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其实对于很多的台湾的民众来讲 那么对于南韩是比较熟悉 但是往往对于北韩相对较为陌生 那现在看到呢 从国际上的一些媒体的报道 慢慢对于北韩的一些新闻呢 看到好像多起来了 那么尤其呢 在日前我们中天新闻的团队呢 又前进到北韩 非常难得的可以独家拍到了 他们的这个阅兵的这个大典 那么当然这个画面呢 也一一的就摊开在大家的这个眼前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民族珍贵的画面 我想这个立法委员谢国梁 谢委员您可能没有去过北韩 但是对于这个北韩了解到多少 那尤其我们知道 就是说政治有的时候 这个权力斗争是非常复杂的 虽然牵涉到这个家族的成员 可能但是家族成员之间 却会因此而勾心斗角 我们也因此才会看到就是 哦 长男现在在放逐到海外去 虽然是过得很不错很优渥的生活 但是相对来讲 他的弟弟现在又确定成为接班人 那么恐怕呢 在这个里面呢 还会有一波非常复杂的权力斗争 我想只要牵扯到政权的争夺的话 就算是亲兄弟 我看这个斗争 一样是会很激烈 我虽然没有去过北韩 但是我父亲他去过北韩 然后呢 我父亲有一位朋友 他过去跟北韩接触蛮多 他带我父亲去北韩 那很久以前的事 他们也就讲 其实北韩虽然是一个落后国家 但是他整个国家呢 是其实是要 就是集中要来配合跟服务 那个领导人的 在台湾或者是在南海 可能我们说选出来 但是我们理论上是要去服务大家 但是在北韩他刚才是倒过来 全国就是服务他们一家人 所以那个时候也听说 曾经有做过一些 到那边有看到他的交通设施 其实他还是有地下的那种运输铁路 我不敢讲那叫地下铁 但是在很早很早以前 他就有给他们专用的 在地底下很深 有安全防护的这个地下铁 那我父亲曾经做过 他也跟我讲 回来是这这这称奇 就是说没想到 想像北韩虽然穷 但是还有这些东西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事实上以他们兄弟来说 你看金正男就知道 他过去是被培养做接班人 所以他跟共产国家的各个领导阶层 一定都有接触 而且有深厚的交情 这个或许某方面也可以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中南海 就是中共官方 要在金正恩要刺杀 金正男的时候予以保护 我想一方面当然就是说 这是一种领导人的平衡 我发现一个金正男在中国大陆 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一种 未来政权就是外交稳定的保障 但一方面来说 过去都是在培养金正男 所以说明中共官方 这些高层领导 其实跟金正男也有一些交情在 那既然有交情 你在中国大陆生活得好好 我怎么可以眼看着 你弟弟把你杀死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对中国来说 他的策略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他一方面 就要保护金正男 但是一方面他又可以跟金正恩来交涉 就是说事实上在很多政策上面 中国大陆是很 北韩是很需要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制裁里面 事实上对很多民生物资 现在北韩确实是有短缺 包括说像我最爱吃泡菜 韩国就有泡菜短缺 韩国人很爱国 他们只吃韩国泡菜 但现在不是这样 韩国也必须要吃洋泡菜 就是外国的泡菜 那这个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很不得已 但是又必须要接受 就是说南韩都有泡菜短缺 更何况北韩的食物跟原物料 所以不管怎么样 北韩都是需要中国大陆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中国大陆可以继续控制 整个东亚局势 因为北韩其实也是他的一个棋子 对 这个宪委员正好讲到这个泡菜 我们最近就看到 这个泡菜的价格有出现涨势 而且我想请教一下周建周老师 因为说到了这个泡菜的价格飙涨 那主要是因为气候出现了变化 就是说白菜突然在韩国 量变得很少 所以他们就赶快去急的跑去哪里 跑去这个中国大陆 像是这个东北一带的吉林 那希望能够赶快要求 搜购更多的这个货源 那但是说真的 如果没有泡菜 有人就形容说 这可能还会牵动 很为政治的危机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爱吃泡菜了 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泡菜虽然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但现在跟政治产业关系没有错 那大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朝鲜族要吃泡菜 他们冬天都吃冷食的 不加温的 所以他一定要平衡的 加上它是高纬度 泡菜在这个地窖里面保存容易 可以放很多年的 那我个人在旅游经验当中 几十年下来 有两次烙赛 很不幸一次在甘肃兰州 一个就在平壤 不行 因为到开城那个地方 到三十八度县那边 我说我这个胃 因为他们吃太辣了 不是 我的胃不太适合共产细菌 所以这个开玩笑的 回来这个真的变常言了 这个这是非常奇怪 因为有的国家很落后 我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那不晓得怎么会是中奖了 但是还是值得看 因为这些国家 他们有很多保留传统这一部分 没有被西化的 西化之后就没有看头了 尤其它这个国土里面 很多重要的这个人文 跟自然界的这个景观的话 目前还是不让外国人去 尤其是东岸 一直到这个海森威尼的 哈布洛斯克这一块 东岸没有开放 只有一个金刚山 其实它东北地区的那个 自然风景非常非常美 因为我看过它很多 征送的资料 因为他们这个驻外大使馆 如果向它要之后 它非常大方 很多金庄的划车会送给你 如果您表明你是 什么身份的人的话 我想这点 他们倒是没有太多的顾虑 那当然新增体验是最好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 你看我们台湾 所有安排去访问的人 商人例外 因为北韩有台商投资的 我曾经在火车上遇过 所住的饭店 到了点完全一模一样 叫制式的一种参观 而且我们去这个国家当中 唯一没有跟老百姓接触的 就是北韩 没有机会的 连逛商店都没有 那最好玩的是 他们买东西 你买了一大堆 就开一张手据 我希望那个价钱 可以随便你写 写欧元美金 我说你足向列 他没有 他用手写的 他要是A钱的话 当然那是他的事了 包括那个平壤 那个飞机场 更奇怪了 只有朝鲜航空的飞机 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 而且他这个把守 这个通关的人 是他们的这个人民军的 不会讲英文 扯不清 他那个书店只简陋 因为我要买书 结果都是这 父子两个的言论级 他的话策 国旗 没有别的东西 非常单调 就没有 你看不到其他的出版品 他连那个折叶都要卖钱的 我说这应该是征送的 通常要算钱 好 说到泡菜 泡菜不仅仅是影响到北韩 南韩的国民美食 就是泡菜 所以他们也被冲击到 那么传出来说 因为主要的原料 白菜的价格涨太多 结果连南韩总统李明博 他自己都吃不起 常常的队伍 几乎要延伸到市场另一端 南韩大叔大神起个大早 全都是要来抢白菜 人人一脸焦急又无奈 因为今年老天爷不上脸 夏天太热 入秋又下起暴雨 使得白菜价格飙升到 一颗一万韩元 将近三百块新台币 比上个月多出三倍 更是去年同期的十倍 敢买萝卜的话 也没比较便宜 一颗同样卖你四千多块韩元 上涨将近四成 这样的价格连南韩总统都嫌贵 林邦只是厨师 该用洋白菜来代替 小市民哀嚎声不断 南韩政府赶紧先搬来 一千顿白菜应急 更取消白菜萝卜进口关税 紧急决定从大陆进口 一百顿白菜 希望能够赶上 燕菜机的高需求量 不让这波泡菜危机 继续蔓延 中天新闻正确报道 好 这个南韩总统的夫人 他自己去菜市场 结果一看 哇 竟然 这个泡菜 这个原料 白菜呢 价格出现了飙涨 涨到说 要一万韩元一颗 结果呢 就回去跟李明博 讲到了这件事情 那一说了之后呢 这个南韩总统李明博 一看 哇 非同小可 原来已经变这么贵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警觉到 意识到说 这个情形 那就很 要赶快想办法去解决 对不对 因为这牵动到 这么多南韩国民 他们的一个民生的问题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南韩 北韩大家 只要是这个 韩国人 他们就是爱吃 好 东豪你来谈一下 这个其实 它虽然是看起来 是一个小小的民生问题 只是饭桌上的一个配菜 可是呢 它很可能影响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应该讲 我们不能说它是配菜 它是它主要的蔬菜 主要的 其实不只是 不只是南北朝鲜 其实包括中国北方 如果我们去天津那一带看的话 你要发现说 从中国河北一直到东北 其实因为日照的关系 因为温度的关系 当地最多的蔬菜就是大白菜 那只是说 韩国的大白菜的口感 又要比中国的更好 像 你像 它刚才那个 我们在看那段VCR的时候 它里面有讲一个 Kinji Kinji就是它的泡菜 那 它这个量要多大呢 它一年光是南韩 是145万吨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145万吨 那今年因为气温的关系 因为暴雨的关系 所以它那个大白菜减产 那这个东西对它来讲是 生活上所必须要的蔬菜 所以它现在能够怎么办 就找中国 从中国进5万吨 5万吨应急 那很好笑的是什么样 它从中国进5万吨 结果呢 广州的大白菜涨价了 你知道所以它会有连锁效应的 因为北韩 因为南韩需要这些东西 你虽然在东北采购 可是你会产生连锁效应的 是 所以呢 整个来讲 如果它这个继续 因为气温 因为净产 整个大白菜会形成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国际关系 就是南韩对中国的依赖 你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点出来 它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从餐桌上的一个食物 它可以影响到说 南韩必须要对中国有所依赖 因为这样子主要的蔬菜 你在其他国家不容易找到的 所以这非常有趣的一个关系 那当然蔬菜上 它它一定要有 自然就影响到李明珀 对民意上对它的反应 好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要来看看 中国大陆跟北韩彼此之间 他们的渊源颇生 而且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待会我们继续 针对这个部分来深入探讨